拜登說到 在疫情及氣候變化的重大挑戰面前 全球各國只有合作才能解決問題 他還說 美國尋求基於外交和聯盟為基礎的外交政策 不尋求新冷戰 雖然沒有直接提到中國 但是拜登承認 兩國緊張關係加劇的擔心日益增長 拜登還重新尋求朝鮮半島無核化 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 以及打擊恐怖主義 據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以視像方式出席大會 並發表講話 另外星期三 拜登還將會與各國領袖 以及衛生官員就疫情舉行視像峰會